宜蘭投城外海發生了火燒船事故 火勢相當的猛烈 從岸邊就可以看到濃濃的黑煙 海巡立刻前往救援 第一時間船上的台籍船長 跟船員兩人自行跳海保命 最後都被順利救起 哇 整個燒起來 連後面也都是火 漁船被火蛇吞噬 燒成一團火球 黑色濃煙直衝天際 嚇壞目擊民眾 漁船著火了 火勢猛烈從岸上就能看到 長長濃煙籠罩天際 驚險火燒船就發生在宜蘭投城外海 14號中午12點多 這艘新北市深澳級的漁船 正在龜山島北方近岸海域作業 突然起火燃燒 大火來得又快又猛迅速蔓延 船上的台籍船長跟船員兩人 私立逃生 先行跳海 大量黑煙也立刻引起海巡人員注意 在第一時間前往救援 我們用水柱來做撲滅 在現場也來觀看有沒有油污的污染 現在都還沒有發現 我們繼續做火勢的負滅 究竟為何漁船會突然起火燃燒 原因還要再查 縮心船上的船長跟船員 都平安獲救沒有大礙 只是突如其來的大火 讓漁民的生財器具全毀 實在相當無奈 記者宜蘭綜合報導 我們發現這裡的水柱 審 Breath